南岛管党科学华主席中华一周年 特别选择管副团队向管民报告管党座位 以及送来的新措施 他在第一时间来就把竞争进行与管党顺利结合推动 郭宏明表现属于昆廷 在上升每体民调党科学华管党的万一度 竟突破百分之八十三 南岛管党科学华主席中华一周年 最终乡亲报告最终近一年 用心推动的各行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不论是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 还有我们的四大的转运站 我们都如期在规划 那同时呢大家所关注的也期待的 就是将来会有一个南投县的一个美术馆 这些我们都如期在进行 那小的一些包括市政的辩民措施 透过一些现在的新的科技 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申办还有缴费 让所有的县民朋友更加的便利 科学华管党主席后 都说前处扩大到 南港港苗区严严严的用地 推动过本地的交通系统 这些大型根细 也提供辩民的核部 尽想金统爱心靠 受用过多元 设定的亚游 chodzi席就近9 funniest 以及在稿肯辩测诠这些部分 辩育到体育中金 各的合险出夥合式中素金 李宙成功华销要 让每日才来的地的交据成本争 这些都软 过来 都比较oll claim 南投县议会呢 长期以来对我们宪政的指教 也给我们更多的意见 让我们在整个失证的过程可以说更加的贴近民意 那这一年来呢 我们的这个各项的一个评比 也获得了普遍宪明的肯定 最新的各项的民调 不只是我们县政府的 这个行政效率 包括我们个人的施政的满意度 都有达到八成 我站南投 我出我车 嘿嘿 台湾的外地管户来得很多事情的成功 对科学国管党参与团队 跌跌跌一年 有这么好的表现 也是到很多参与贵边的判断 可以获得宪明非常高的满意度 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不管是延续过去的优势 还有未来像美丽的愿景 我想许县长已经给我们宪明 一个很好的答案 在许县长那么用心在于 宇基云南投的许多的当初的政见 都逐一在兑现 而且加速在兑现 也获得我们许多宪明 还将近八成多九成的一个满意度 科学国管党召售 但是会担到民众的基台 才还有支持 在日后的三年 每个工作都做好 适合到动作竞争的行动 与南投大作为一期三期 既然尹新差不多 都 我愛你